欢迎收看,我是熊老师,陪你教数学 那我们这一集要来介绍这个 经典错牌问题的几率啦 那我们在排列组合交过他 再几率再交一次 就是作为复习啦 那就是说这个 AABBCCDDEE 五对夫妇跳舞 抽五半的时候呢 其实随意抽就是五阶 这完全没有问题 我们完全就是在讨论分子而已 如果已知AA共五的话 那就是BCDE随便抽嘛 所以第一题 在已知AA共五的情况下呢 他就是五阶分之四阶是五分之一 那就是AA刚好挑到他的那个 另一半小A的几率是五分之一 再来看第二题 无夫妇共五的情况 等于是用全部减掉有人共五 那已知AA共五是四阶吗 但是不见得一定要是AA 所以会有一个乘上五 到底哪一队共五都可以的话 是五阶层 C5取义乘以四阶 可是在已知AA共五的情况下 可能BB也刚好共五了 然后呢 你在这个已知BB共五的情况下 可能AA也刚好共五了 也就是AABB都共五的 这个情境 在我们把四阶乘以五倍的时候 他就被重复算了 所以要扣这个 我们要在这里扣掉 但因为我们是外面减的嘛 所以是再把它补回来 我们重复扣来把它补回来 C5取二乘三阶 减掉 C5取三乘二阶 加上 C5取一乘一阶 减 C5取零乘零阶 处理五阶 这是第二题 第三题 如果题目问的是 只有AA这对夫妇有共五 那我们呢 就是说 A要 就跟自己的另外一半一起跳 而且另外四队里面没有人共五 那么以另外四队的部分来说 是这样子的 四阶 减 C4取一乘三阶 加 C4取二 乘二阶 减 C4取三乘一阶 加 C4取四乘零阶 但是要注意一下 我们在这里呢 其实还会有一个 我这里如果是写四阶的话 那我前面要乘五分之一 好 就如果你只看 如果你真的 如果你真的只讨论后面四个 那你的分母应该是四阶嘛 那你分母如果四阶的话 你前面就要在乘上 因为我A要跟自己另外一半选中的几率是五分之一啊 所以你要再多乘一个五分之一 要不然的话你就是会在分母写五阶 这样也是可以的 可以吗 那我们这个调整一下上面这里 这个C5取一取二取三取四取五啦 然后第四小题 第四小题 恰一对夫妇共五 那我们上面这个是只有一对夫妇共五嘛 只有AA这一对 只有AA这一对共五嘛 对不对 所以说呢 等于是第四小题是他的五倍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分母换成四阶就是第四小题的 那如果今天是只有AAB这两对共五呢 那就会变成是 好 一样 就是说你分母要不然 你在这边如果是写这个三阶的话 那你前面就会出现五分之一乘四分之一 要不然就是你这边继续写五阶 这是第五小题 那第六题恰两对夫妇共五呢 其实就是这个只有AA跟BB的这一个 去乘上 不见得要AABB嘛 所以任选两对都有 都会有这么多的机率 所以去乘上C5取二 那第七题的话呢 至少有一对夫妇共五 那我们在写第七题的时候呢 我们就干脆来整理这个 这个是恰 恰零对共五恰一对 恰二恰三恰四恰五 恰五就全部了嘛 对不对 那到底会怎么样呢 等于说我们这个就是 五夫妇共五就是恰零对 你分子算出来的话是 我们都写分子就好了 那你分子算出来的话是45 44 44 然后这个是恰一对的 分子算出来的话是 这个 这个是恰一对 所以你这里分子算出来是9 所以这个是一百二十分之九 除掉三是四十分之三 那上面这个刚刚说是这个一百二十分之四四 除掉四的话是三十分之十一 对 对 这个一百二十分之九 乘上五的话是一百二十里面占四十五 是恰一对的 然后这个算出来的话是二 然后乘上十的话是二十 所以这是一百五十分之二 也就是这个六十分之一 然后恰三对 恰三对 他没有给 但是恰三对的话 我们可以这个用我们的逻辑去推论一下 他其实会是二阶减掉 C2取一个一截 这两个会抵消 最后会留下一 因为你三对都已经共五了 剩下两个 那要不共五就是我挑你的你挑我的 就一种而已 然后乘上这个C5取三也是十 所以这里是十 不可能做到恰四对 因为你恰四对共五 第五对一定也会跟着共五 是一 那你这里合起来会刚好是一百二十 所以全部合起来的话是 而等于一二 他刚好是一百二十分之一百二十 对不对就是一 这样就符合我们几率总和是一 然后他说这个至少要有一对夫复共五 至少要有一对 就从这里开始了 对不对 所以他会变成 你可以加起来出一百二十 或者是我们拿一去减这个 所以他是三十分之 这个十九 这样可以吗 这一题 然后来看这个 这个也是在排列组合看过的问题 就延伸到这个几率里面来 我们随意的找一名学生 然后生日在十二个月份中 每个月的几率都一样的话 那现在全班 全组有六个人 请问六个人有人同月份生的几率 那其实就是一减掉什么 没有人同月份生 那所以说你本来是这个六个人 在这十二个月里面挑了六次 那现在要都挑不同月份 所以他变成是P12取6 按计算机会得到大约等于0.2228 那下有两个同月份生呢 下有两个同月份生的话呢 就是我们先挑六个人里面 谁要同月份生嘛 所以C6取2 这两个人决定好之后 先让他们选十二个月里面挑一天 挑一个月 那其他的人就不能选这十一 这十二个月了 只能从剩下十一个人里面选四个 所以后面是一个P11取4 然后本来完整的也是12的六次 大约等于这个0.47743 然后他问说如果同一组N个人 有人同月份生的几率大于0.4的话 求N 那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地方 他其实就是一减掉 你如果有一个人是12分之12 那如果有两个人的话是12分之11 如果三个人的话第三个人去选 就不要选前一个同月份的是12分之10 12分之9 点点点点这样子 然后他跟你说这个地方会大于0.4 换句话说我们12分之12 乘以12分之11 乘以12分之10 乘以12分之9 乘乘乘要会小于0.6 可以吗 那这个可以杀掉 所以这个一直乘会乘到小于0.6 那会是多少呢 其实你可以动手去做 就是你可以真的去乘 真的去乘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他是 那你就会发现 那你就会发现 其实输到第四个 12分之9乘上去之后 就会小于0.6了 所以这个N呢 四个人就可以了 四个人 应该要求他的最小值 可以吗 这一集来介绍了两个名词 一个叫互施事件 互施事件的话就是我发生你就不发生 也就是我们两个之间没有交集 那没有交集呢 这个交集是0的话 当我们要去讨论或的时候 那就是直接把两个几率加起来 因为不用减中间重叠的部分 没有重叠的部分 所以连级直接等于几率相加 那三个以上事件也可以互施 于事件呢就是互施 而且合起来是全部 那这个其实我们常常用来讨论不止两件事啊 比如说骰子的六个点数 他们彼此之间 就这六个之间互施 那这个合起来就是全部 那你也不可能骰出一点 同时又是两点的嘛 对不对 然后六个点数的几率 如果你不是公正骰子 你不见得都是六分之一 可是这六个点数呢 不会同时发生 而且合起来就是全部 六个几率合起来是1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予事件 那我们来看下面这一题 一项试验只有三种不同的结果 ABC 如果发生的几率分别为 PofA是log2k PofB是log4k PofC是log8k的话 他求PofA 那怎么做呢 其实他就考一件事情 就是合起来是1 那这个合起来是1 那怎么做呢 我可以把这个 如果你学过log的计算的话 底数是4的这个平方 可以拿到前面变2分之1 这个8是2的3次 那那个次方也可以拿到前面变3分之1 所以他其实会变成是1又2分之1个又3分之1个log2k 也就是说这个log4k 多写一下给不熟的人 他是1分之1log2k 因为他是log2的平方k 就可以变这样 同样道理 这个是log2的3次方k 所以这个3次方可以拉到前面去变成1分之1的log2k 然后我们把log2k提出来 说这样是1 所以这里合起来是6分之11 那6分之11个log2k是1的话 我们就知道说log2k是11分之6 所以k其实是2的11分之6次 那这就答案了 有一枚不公正的骰子 出现12345点的几率都是p 可是不是6分之1 然后出现6点的几率是q 他说如果p其实是log2分之3的话 下列正确的有 那么这一题呢 他的解题的关键就是这个 1点的几率加2点的几率加3点的几率加6点的几率 合起来最后是1 也就是说p加p加p加4 q等于1 所以5p加1q 5p加1q是1 这样子 那因为p又已经知道了嘛 所以是1-5倍的log2分之3 那如果你log那边有学的话 它是log3-log2 0.4771-0.3010 所以这里的话算出来会是0.1195 那我们的一个p就是这里 我们的一个p其实是0.1761 那所以说来回答问题 p有没有大于这个其实第一个选项算都不用算 就知道不对 那学测题以前的学测多选题就是这样子 就是他一个一个多选题5个选项会有两个比较简单 很简单很容易打 然后会有一个特别难一定要算算算算很多才会打得出来 中间两个其次这样子 那就是说他一题但是他可以分出 有一点会跟很会的人跟普通的人这样子 拿的分数可以不一样 所以第一题一定不会对 那第二题呢问你p有没有小于6分之1 那p有没有小于6分之1 6分之1是这个1.6666 所以p有小于6 这个这个这个 所以有没有 没有 这个也不对 那q有没有小于这个 这个等一下再来看 那这个问你p有没有大于q q有没有小于这个呢 那我们现在来算这个log3 3分之4 他会变成是log3 4-1 那这个是log3分之 log4-1 这里是换题公式 那于是他就会变成是 0.6 0 20 4771 9 4 2 1 所以这个是0.1249 所以q比较小 这个也是对的 所以正确答案是租1 诶我的a没看 p有没有大于0 一定也有 好所以正确答案是a租1 有没有大于0 好我们再 everywhere 就是伤到这里 他的